无恶不作的小鬼子正在大学里抓捕学生 这时小薇和一名同学路过 看到远处的鬼子又来抓人 同时小鬼子也发现了他们 迅速向他们跑来 两名学生连忙逃跑 后面的小鬼子穷追不舍 最终他们跑到一堵墙下 无路可走 男同学帮助小薇翻墙离开 当男同学翻墙时 不幸被鬼子打中 危急时刻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本 连忙递给了小薇 让他拿着赶紧离开 看着倒下的同学伤心不已 小鬼子便对趴在墙头的他开始射击 吓得小薇连忙逃跑 一个人从白天跑到黑夜 也没能躲过鬼子的追击 来到火车站刚想喘口气 不料车顶站岗的鬼子发现了他 吓得小薇掉头就跑 最终小薇跑到火车站台 被前面巡逻的鬼子堵住去路 他连忙向旁边的仓库跑去 寻找着可以藏身之处 忽然看到一旁的木箱 为了躲避鬼子追击便藏了进去 这时小鬼子走了进来 静止走到木箱前 用钉子把木箱封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木箱里的小薇就出现在鬼子的火车上 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上 隐藏着鬼子的计谋 火车上重兵把守 可让小鬼子没想到的是 小五和李锋两名八路军战士 已经悄悄上车 当小鬼子挖煤发现时 为时已晚 只见李锋连忙起身 将其拍下火车 而车头正在做梦的鬼子 却被直接拍晕 这时机枪手上前夺铁锹 两人争夺期间 李锋大方松开了手 只见鬼子后退几步 便掉在了火车中间 小鬼子看着眼前的车轮 距离他的二地只有十公分远 内心又慌得一批 而小五则跳进车头 一枪将开车的鬼子打死 掌控了火车 上边被拍晕的鬼子站了起来 就被李锋一脚踢到下巴 再次晕倒 只见他的钢盔腾空而起 而小鬼子则被天降正义 鬼子便被火车疯狂的碾压 处理完车顶的鬼子 李锋便来到车厢里 落地前踢倒一个鬼子 把身后的鬼子撞下了火车 存活下来的鬼子猛然冲向李锋 李锋迅速躲开 小鬼子静止冲向火车 这时火车经过站台 站台的小鬼子示意停车 小五便加速通过 站台的鬼子一脸懵逼 李锋趴在车顶架起机关枪 对着站台的鬼子疯狂乱扫 站台的鬼子纷纷倒下 这时鬼子来了三名铁憨憨 拿着一根木头就要拦截火车 使着火车经过时撞到木头 三名铁憨憨原地旋转 惯性将一人甩飞落在火车烟囱上 他抱着烟囱 烫得手冒白烟滋滋作响 这时车厢的鬼子爬到车顶 李锋见状连忙吊转火力 阻止鬼子向自己靠近 交战时鬼子大聪明拿出手榴弹 准备扔出时 小五刚打晕的鬼子又醒了过来 鬼子刚起身就被制服 鬼子大聪明也扔出了手榴弹 手榴弹直奔鬼子怀中 他反手将鬼子打落火车 落地瞬间火光四见 大聪明看见后一脸茫然 看到的小五过去就是一脚 险些落地的大聪明惊魂未定 死死拉着小五的衣服 千军一发之际 小五使出必杀技 抬腿顶向大聪明的二弟 他瞬间感觉胯下一阵刺痛 还没反应就迎来了爆头一击 瞬间掉下火车 这时小五听到天空嗡嗡响 抬头却看到了鬼子的战斗机 飞行员一脸自信地向火车飞来 然后对着车上人疯狂输出 不料没戴眼镜的驾驶员 子弹全部打在了队友身上 很好地输出了队友保护了敌人 下面的小鬼子疯狂夸赞驾驶员 是不是瞎 这么黄的皮看不见吗 飞行员感到非常自责 于是发起新的进攻 小五见状赶紧加速前进 鬼子这次将飞机拉低 而李峰则跳在火车中间 只见一缩子子弹下去 命中飞机的尾翼 冒着黑烟的飞机瞬间失控 撞在了山洞口 飞机爆炸后落在了火车上 小鬼子所在位置全部烧毁 李峰将着火的车厢分开 就在分开的一瞬间 飞机驾驶员跳向车头 而后面车厢的小鬼子 只能坐着等死 火势慢慢变大 在火车经过铁路大桥时 车厢里的弹药被点燃后 瞬间爆炸 小鬼子因此全部牺牲 飞机驾驶员看到后大吃一惊 惊讶地看着被炸毁的铁路 而忘记了现在自己的处境 这时小五抓住机会 猛然刹车 然后瞬间提速 惯性将鬼子飞行员挂在了灯牌上 火车经过时还差点给鬼子征熟 另一边成功结下物资的八路 将其交给赶驴车的达子 让他将国宝护送进村 八路负责引开鬼子追兵 达子好奇问这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小鬼子快完蛋了 想把咱们中国的一尊金菩萨 给悄悄运走 达子听后连忙赶路 将国宝运回村里藏起来 一路拉着驴车唱着山歌赶往村庄 路上车内发出求救声 达子以为佛祖显灵 吓了一大跳 连忙跪下求饶 就连几年前的事情都一一交代了出来 达子说完便起身将木箱打开 看到了一尊金佛像和一个女学生 这个女学生就是之前被鬼子追捕的小微 她藏在木箱里 阴差阳错被鬼子运上了火车 便出现在了这里 达子听后则连忙赶路 由于路上耽误了时间 他们没能在鬼子出动前回到村子 进城的鬼子得知火车被劫 已经派出一支队伍前往石桥村 鬼子再去石桥村的路上卡车被炸 三个鬼子钢盔还凑到一起 好像是在斗地主 鬼子为了防止被炸 只能趴在地上 撅着钉吹着灰一步一步的爬行前进 不凑巧的达子赶着驴车经过 却被小鬼子征用 小鬼子用驴车开路 鬼子跟在驴车后 队伍后方还出现了一个 迈着六亲不认步伐的潘子军 很快鬼子就来到了石桥村 就像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山猴 嗷嗷乱叫的冲进了村里 还在村口开枪裂杀空气 很快鬼子就进入了村子 达子找借口说要将驴车赶回去 嘴上却用一口流利的陕西话 向汉奸翻译温暖的问候 汉奸翻译听到后连忙跑了过来 达子见状连忙改口说道 自己是在骂驴不听话 随后汉奸翻译便被鬼子喊走 达子则又一次地问候了他的母亲 小鬼子在村里无恶不作 把村里的父老乡亲都集合了过来 还抓光了村里的母亲 这一幕恰巧被唯一的公鸡看到 他的后宫家里和孩子都被鬼子抓去 为了给家里报仇 公鸡有何打算 我们接着往下看 此时达子赶着车回到了家中 连忙放出小薇 两人赶紧将国宝藏了起来 在草垛中还无意发现 躲在里面的大宝二宝 此时鬼子在村子大扫荡 挨家挨户地搜查 别人都是组队搜查 潘子军则是单独行动 此时大宝和小宝从门缝看到了潘子军 连忙在一旁拿了一个锄头放在门口 随后两人便跑了过去 潘子军则推门而入 进门就看到了没有桥桩的小薇 潘子军直钩地盯着小薇往前走 结果脚踩锄头棒打头 潘子军就这样倒下了 达子见状连忙带领小薇跑 刚出来就碰到了汉奸翻译 汉奸翻译问到他身边都是谁 达子解释说是自己的儿子和孙子 汉奸翻译听后小嘴一瞥 便将达子抓去做饭 而大宝和小宝则去给鬼子打水 这时潘子军迷迷糊糊地走了出来 无意中扣动扳机 子弹却打在了汉奸翻译脚下 吓得小鬼子浑身发抖 达子见状赶忙溜走 潘子军晃晃悠悠地来到汉奸翻译面前 嘴里还念叨着花姑娘 小鬼子一脸懵逼地看着潘子军 罗子军召集鬼子开会时 看到了队伍中左右摇摆的潘子军 他便走上前 此时潘子军嘴里念叨着花姑娘 罗子军愤怒不已给了他两巴掌 本来就晕晕呼呼的潘子军直接倒地 另一边达子从屋里拿出一包黄豆准备做饭 汉奸翻译背着半包白面走了进来 让达子给小鬼子做面条吃 汉奸翻译随手把黄豆扔到了驴槽里 驴哥开心地吃了起来 而在河边打水的大宝二宝 在鬼子水壶中加入了新鲜扎皮 还不忘放一只大宝的蛤蟆 汉奸翻译带着潘子军来找达子 问达子有没有见到一个姑娘 达子犹豫一会儿便说有 他带着鬼子来到猪圈外说道 这是汉奸翻译带着水回去后 不知道情况的他不忘向鬼子吹嘘一番 罗子军品尝过后 还不忘巴基嘴回味一番 达子将猪食和鬼子的面条同时做好 小微却误把猪食和猪食 这时汉奸翻译走了进来 提起另外一桶给鬼子送去 小鬼子端着面前的猪食疯狂地闻了起来 当汉奸翻译回来送筒时发现 猪居然吃的是面条 这才恍然大悟 可汉奸翻译越是急越是结巴地说不出话 鬼子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手中的饭 汉奸翻译才说 联盟带人抓捕达子 此时达子已经带领小微跑了二里地 在路上看到一对鬼子兵 两人赶紧跑进了一处房子 藏在柜子里的两人大声地说着悄悄话 这时小鬼子走了进来 提起手中刺刀便扎进柜子 达子看到刺刀吓了一跳 外面的鬼子却犯了仇 鬼子猛然用力拔出刺刀 不料柜子慢慢倒下砸向鬼子 小鬼子瞬间一命呜呼 达子和小微惊魂未定时 大宝和小宝向二人招手 众人来到一个院子 两个孩子为了掩护达子和小微 便在院子里设下机关 当罗子军在门缝看到两个孩子时 大宝拿出弹弓 直接将鬼子打成独眼龙 达子则带领小微爬到山上 去寻找游击队 却被山上的鬼子发现 将二人捆了起来 此时天空下起了雨 鬼子站在高处哈哈大笑 忽然天降正义 雷从鬼子的枪经过身体 轰的一声 鬼子原地爆炸 就剩下一个躯黑的钢盔 此时鬼子在村里 大肆搜查国宝和达子等人 没想到汉奸番义 在驴棚发现了国宝 于是将潘子军藏在草垛中 自己连忙去找鬼子邀功 就是他的这番操作 让潘子军吃尽苦头 汉奸番义刚走没多久 潘子军就露出脑袋 四处观望 不出来还好 一露出头来 驴哥瞅着就来起 于是驴哥就对他 进行各方面打击 先是来了一个百年臣屁 将潘子军打晕 打得潘子军直抽抽 刚起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没想到却被驴哥一击必杀 给刚出来的潘子军又踢了回去 汉奸番义将国宝汇报给了鬼子 小鬼子连忙向国宝跑去 当鬼子们跑到驴棚 汉奸番义连忙去刨开草垛下的箱子 一群鬼子看见露出来的箱子 站在一旁丧心病狂的大笑 当汉奸反应想起潘子军的时候 连忙去把他刨出来 当看见晕倒的潘子军 鬼子大吃一惊 连忙将 连忙上 潘子军刚醒 鬼子就拿来了一壶八二年的鲜皮 对着潘子军就惯了下去 只见潘子军眼珠瞪溜远 懵逼的鬼子才拿开水壶 只见潘子军嘴里有一只蛤蟆 鬼子一脸惊讶地看着 汉奸番义刚想伸手抓出 另一边的小鬼子将国宝运到村口 连忙集合队伍迎接鬼子队长 子弹全部上堂 鬼子上前打开木箱 迷之自信地看向里面 结果只看到了两块硕大的石头 去的鬼子回头看向汉奸番义 原来是达子在逃脱后 路上碰到了穿着鬼子衣服的游击队 众人又返回村里 将果宝取走 转交给了一位老奶奶 此时鬼子队长坐着侧三轮 前来查看果宝 驴哥发出信号 远处的公鸡看到了这一幕 准备实施报仇计划 公鸡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来 对着榴弹枪走去 鬼子队长刚下车 公鸡就发起公鸡 瞄准扳机就磕了上去 榴弹脱膛而出 却在原地挥手 刚到来的鬼子就这样 被公鸡的一发榴弹送走 尸骨无存 唯一剩下的就是飞回来的车轮 公鸡箭撞连忙撤退 小鬼子对公鸡穷追不舍 公鸡的蛇皮走位 躲开了鬼子的子弹 一个鬼子误触陷阱 从天而降一颗手捧雷 鬼子一把鸡柱抱在手里 暗自窃息 结果 另一边的潘子军来到一处房子 抱着机枪对大门疯狂输出 随后迈着小步伐走了过去 刚踢开门 结果潘子军就被迎面而来的木头 送出数十米远 此时的小薇跑回旅棚 寻找丢失的笔记 达子则带领队长在十年旁埋下地雷 此时的小薇刚想出去 却被不远处的鬼子看到 鬼子逼着他无路可走 危急时刻小薇误触分叉 将小鬼子穿在上面 外面鬼子也冲了进来 达子和队长及时赶到 队长砰砰几枪干掉鬼子 剩下最后一个倒霉弹 队长没了子弹 赶忙冲上去扭打在一起 紧张时刻达子拿起锅冲了过去 一锅下去 达子不慎误伤队友 小薇捡起地上机枪却不会使用 外面又冲进大批鬼子 情急时刻扣动扳机 一锁子子弹将鬼子团灭 达子用锅挡住了子弹才幸免一死 此时被打晕的队长醒来 带着小薇连忙撤退 达子留下来掩护 他连忙跑到戏台字上上戏 小鬼子却都纷纷前来观看 台下的潘子军还听得拍手叫好 达子唱的小鬼子一机灵 鬼子想上台抓住他 结果悟出地雷 鬼子死伤一片 被炸起来的十年一路追着潘子军 这个十年有他的想法 想要治好潘子军的腿 等他跑到一处墙前连忙跳起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还在嘚瑟时 只听嘎吱一声树枝断裂 潘子军傻傻地站在原地 等待十年的抚摸 随后便听到一声杀猪般的叫声 等潘子军再次出现时 由于十年没把控好力度 将潘子军的外巴制成了内巴 此时鬼子爬上洗台 要将达子抓走 不料达子从腰间拿出一颗鬼子雷 想要与鬼子同归于尽 没想到手雷居然没炸 达子则被鬼子抓走 这才有了后面精彩的故事 鬼子逼问达子国宝的下落 达子宁死不说 鬼子一怒之下将达子关进砖窑里 持续天缠下热 这就有了最早的桑拿 另一边鬼子集合队伍 鬼子长官看到内巴的潘子军 一怒之下命令手下将他的腿又撇了回来 疼得潘子军嗷嗷乱叫 鬼子下令封锁了唯一出村的石桥 在石桥上放入炸药包 点燃引线准备炸毁石桥 而砖窑里的达子在危急时刻 被大宝和二宝救出 达子藏在驴车上的箱子里 驴哥带着他一路躲过鬼子 便向石桥走去 当驴哥走到半路时 却被石桥上鬼子放的沙袋挡住车轮 看到这一幕的鬼子哈哈大笑 此时达子闻到火药的味道 心想这次要完蛋了 此时驴哥尿意来袭 直接开闸泄洪 引线瞬间被浇灭 之前大笑的鬼子 不可思议的看着驴哥瞬间一脸懵逼 此时驴哥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鬼子气不过组织抓捕驴哥 刚出发就碰到赶来的八路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一个鬼子兴奋的喝酒冲锋 没想到刚喝进去就吐了出来 原来是之前藏在树洞里的大宝和二宝 偷偷用钉子勾起鬼子酒瓶 将里面的酒换成汽油 大宝剑状连忙拿出弹拢 放上点燃的鞭炮便向鬼子开火 一带四娃就此诞生 一路吐着火拘救爷爷 鬼子被八路压制的又跑回村里 两个老奶奶眼神交流一番后 从家里拿出玉米撒在坡上 罗子军不慎踩到玉米滑倒 一路坐着土飞机就冲了下来 紧急时刻汉奸翻译提醒鬼子 结果鬼子听后立即照做 虽然没有冲到沟里 但是鬼子的身体也没少遭罪 随后汉奸翻译也从坡上滑了下来 正好撞在了刚刚站起来的罗子军 就这样两人一块吊在沟下 罗子军却骑在了猪的身上 一路狂奔冲锋 像个野猪骑士一样 嘴里嘟囔着是兄弟就来砍我 四娃在汉奸翻译的指挥下 跳进了一口水井里 这才熄灭了嘴里的火 此时罗子军冲锋回来 手捂着二弟缓缓走来 鬼子看到连忙扶着罗子军 坐在了一旁的车上 另一边小微拿起一把枪 阴差阳错的打到房顶鬼子 不料小鬼子从房顶滚了下来 正好砸在罗子军坐的车上 就这样幸运的罗子军直接起飞 被送到了桑南房里 之前受撇腿之苦的潘子军 以为砖摇里是鸭子 将疼痛化为力量 疯狂的给砖摇加柴 考得罗子军支挖乱跳 汉奸翻译以为是鸭子在汉 不料里面却传出了一声 你少你还学会耳胖花了呀 随后便看见从砖摇里 走出了一个奇黑无比的鬼子 汉奸翻译看到后吓得不敢说话 愤怒的罗子军给了汉奸翻译一巴掌 两人联盟去给鬼子找水 不料在打水时 翻译扯坏了潘子军裤子 他给潘子军找来一块红布 便围在了腰上 两人出门后诱拐 却被一头强壮的老牛盯上 老牛看到潘子军的红布气愤不已 便疯狂地追着他 潘子军一路躲闪 情急之下 他解开腰间红布扔了出去 没想到红布却落在了 刚从井里爬出来的四娃头上 四娃掀开红盖头 就被老牛一头顶回水里 另一边看见找了一颗西瓜 给罗子军解渴 他抱着西瓜连忙跑了回去 当罗子军看到西瓜后 还在怀疑人生的他便缓缓起身 迈着疼痛的步伐走了过去 拿起手中的武士刀 便向西瓜砍了下去 此时西瓜露出一颗地雷 罗子军默默地说了一句 干得漂亮便一命呜呼 刚从水里爬出来的四娃 却被岸上等候已久的大宝二人 扣在了一口大钟里 就这样 达子成功守住国宝 一行人将国宝成功运了出去 此时的汉奸番义挂在悬崖边 被折磨疯的潘子军 妖娆地扭着腰从此路过 汉奸番义看到他不断求救 潘子军却踩在了他的手上 就此一代汉奸隐恨西北 最后潘子军一路走到山上 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 便举起手来 精彩分享到此结束 剧情不迷路点点小关注 我是华子 我们下集再见